所以简单来说就请民众记好 有红肘肋痛 或是说急性发炎一动就痛的状况 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建议你先冰肤 然后尽早就医 首先就是冰肋肤的决定 还是要看组织的受伤程度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冰肤的原理 那冰肤的话它主要是 急性的止痛效果很好 那再来就是它让血管收缩 让血管痛痛性改变 所以它有消肿止瘀血的效果 那热肤的话就是它可以增加 组织的延展性 然后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代谢 增加修复的作用 病患有红肿肉痛 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可以建议先冰肤 我们先冰肤消炎消肿 那待消肿或是预期没有在扩散的时候 再改成热肤大概就是两三天后 那如果说你是属于慢性的筋膜发炎 就是因为过度劳动 就是全身整片的酸痛 其实它就可以采用热肤的方式 促进血液循环代谢 让筋膜放松 所以简单来说就请民众记好 就是有红肿热痛 或者说急性发炎一动就痛的状况 甚至说关节活动有痛到受限 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建议你先 然后尽早就医 如果急性的发炎受伤 就是有红肿热痛 或是说关节受限一动就痛 这种急性发炎的征兆的话 自己强热不建议按摩的 因为按摩它有可能会让发炎的情况加重 身上肌腱跟受伤 当下如果已经有发炎的症状 是不建议做按摩的 但是如果只是 我们因为打扫一般单纯的筋膜痠痛 全身的痠痛 我是觉得紧绷 简单的轻松的按摩是无法 但是还是要注意力道